火焰原脉虽然本来就不该如此脆弱 火焰之心白焰 既然在随着我凝练星辰 而吸收大量火光蒲团 而不断成长 那为何就不能以此来加固一下火焰原脉呢 这个时候 在硝烟脑海之中 忽然间闪过了一个念头 因为随着这么长时间 火光蒲团的吸收 硝烟身体内的火焰之心白焰 早就已经成形了 已经不是之前那一缕小小的火苗 一两道光束了 而是成长为了一团艳阳般存在 一团没有具体颜色的熊熊火焰 因为这火焰原脉 本来就是他自己 在万界争霸赛中北天烈那里 选择了一个初代最强 足足经历了三道关卡 再重塑了体内的经脉 而在这一切都完成之后 北天烈在他临行之前 也没有说过这火焰原脉 究竟能不能随着吸收而被加强 硝烟在这一刻便是大胆地萌生了这么一个念头 立刻准备试一下 看看能不能奏效 这一刻他仔细感受着体内的火焰之心白焰 虽然硝烟现在已经是他的主人了 但现在早已成长起来的白焰似乎也有了自己的小脾气 竟然是在隐隐抗拒着硝烟的意志 这一点确实在硝烟的预料之外 不过这时候的硝烟却是非常恼怒 因为现在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于是在刹那之间 一股强大的意志力便是直接朝着白焰冲击而去 但是硝烟明显小看了这白焰的脾气 在下一秒 白焰便是在硝烟的体内疯狂肆虐开来 痛得硝烟直咧嘴 不过这白焰只是耍耍小脾气而已 好像故意挑逗了一下硝烟而已 最终还是任由硝烟摆布 白焰顿时游走在了硝烟火焰原脉的表面 伴随着白焰的附着 硝烟便是感觉疼痛消散 火焰原脉也是附着上了一层白焰 火光盈盈 似黑似白 竟然成了 硝烟也是没有想到 自己是突然想到的一个想法 竟然会真的成功 只要经脉承受得住 那么硝烟的凝聚就还可以继续 三倍的破陈丹 足以再让硝烟增加这一千星辰 只不过不知道硝烟的身体 是否能够承受 看着久久不散的神物 基业便是更加确定了他的猜测 硝烟必定是没有就此停止 仍旧还在凝聚着星辰 就连寒餐都呆滞了 这样下去 硝烟兴兴许还真的有可能突破到天极星海 不过麻烦也是很快找上门来了 这一次来的是一支军队 人数足足有上万人 身穿着白鞭金甲 气势如天神降临般 就连寒餐的鬼旗也同样是纷纷靠边 不敢轻举妄动 寒餐和基业都是迅速散去了体内的酒精 立刻就清醒了过来 金甲神军 看见一众身着统一格调的军队 寒餐和基业二人都是并不陌生 这就是直属金甲的军队 他们在斗神联盟之中随处可见 在斗神联盟之中都算是顶尖层次的力量 小枫何在 此时一道身影缓步走出来 气势十分威严 身体之上更是有着一种浓厚的官威 好似级别和寒餐基业都不在一个层次上面 就差没有让二人给他跪下了 小枫殿主现在正在闭关修炼 不知道将军有何事吗 韩参一步向前 微微拱手问道 虽然他手里坐拥着一万鬼影骑士 不过现在在这金甲神军面前 自然是毫无可比性 无论是装备还是战斗能力 这鬼骑都略显灼练了 辅盟主金武也大人传唤 请即刻随我一同相望 那名将士看着韩参 眼神十分冷漠无情 他自然是认识韩参 毕竟在斗神联盟之中 能够拥有军队的人物可并不多 韩参实力虽然不强大 但手里的鬼骑 同样也是小有名计 大人 萧峰殿主现在正在突破之际 还望大人能够稍微体谅一下 只要能够给予萧峰殿下 一些时间就行了 等他修炼完成时 再跟你们前去也不迟 韩参看着那位将士 拱手抱拳说道 正所谓先礼后兵 只要不过分刁难 韩参甚至都可以 低头哈腰自降身份 韩参大将 你应该也是一个明示礼之人吧 他只不过是一个 小小地久重天的店主而已 再说这突破 一时半会儿也完不成 莫不是还要赴盟主金大人 在上面慢慢等他不成 那说话之人 在顿时之间便是将眼神轻微眯起来 再转而看向韩参大将的那幅神情 反倒逐渐变得充满着力气 最后则是瞪着眼睛 凝视着韩参身影 好似在用着表情来赤裸裸地威胁道 各位大人 我今天也说得很清楚了 萧峰店主 现在正式突破的关键时候 你们也很清楚 跨境突破 岂能是说停就停止的 强行中断 那不是自毁前程吗 为了赴盟主的一句话 而损失一名天骄 韩参在顿时之间 同样也是有些恼怒 于是在气势方面 也是一副当仁不让的表现 用极其愤怒的目光 来深度凝视着 这天军最前方的那名将领 缓缓说道 我现在也管不了这么多了 反正这是副盟主的命令 就是指明道姓 让萧峰殿下 立刻随我们一同前往 据我们所得来的消息 这萧峰殿主 不过就只是一个小小斗仙罢了 就算再怎么突破到斗神 又能如何呢 上面八重天 哪一个不比他强多了 天军将领 在听闻韩参话语之后 同样也是眉头间重重一皱 便是直接用十分霸道的口吻 反问到韩参 天军以前只是听闻 今日一见 我真是名不虚传 行事霸道 不过今日萧峰殿下 正是修炼突破的要紧关头 我就算是死 也断然不会让尔等 打扰到萧峰殿下 就算是天军 也同样不行 韩参用十分阴沉的声音 迅速对着那名将领说道 这话音刚一落 一万名鬼影骑士 便是奇奇地从四面八方 狂掠而出 至少双方在气势方面 谁都不曾惧怕谁 鬼影也没有丝毫退缩之意 韩参 你胆子不小啊 天军将领 顿时之间也是发出一声冷笑 看着奇奇挡在他们身前的 整整一万名鬼影骑士 脸色同样也是骤然间 变得阴沉可怕 力量也是隐隐之间 在周围快速扩散开来 我也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故意为之 修炼之实 本来就不能被轻易打扰 岂有这般强行传唤之力 你们想要传唤萧峰殿下 那就必须要等萧峰殿下修炼完成了之后 再跟你们走 否则我是不会让开的 韩参立刻一挥手 身体之上便是扶心一层厚重战甲 身后的鬼影骑士 也是奇奇一声冷喝道 这正所谓 如果兵怂怂一个 那么将怂怂一窝 天军将领这么些年 在斗神联盟之内 已经习惯了横行和跋扈 今日就像连韩参这种人物 也不知道壮了什么胆 都胆敢在他面前开始造刺了 这令他顿时之间也是心生恼怒 在他一贯的印象内 韩参的鬼旗 只不过就是一群杂牌军而已 顿时间 天军和鬼旗两支军队 双方皆是有上万人数 一场战斗不可避免 双方眼看就要一触即发了 韩参 你应该十分清楚 你的这些鬼旗 不可能是我们天军的对手 而且真要打起来的话 就算你要向上面汇报 就占到损失向我们追责到底的话 你也要看看谁的靠山更硬一点 天军将领看着一脸怒气的韩参大将 却是冷笑一声 再度开口警告一声道 他并不相信 韩参赶在这里 对他们主动动手 我在刚才就已经说了 除非等待萧峰殿下修炼完毕 否则今天你们谁也休想打扰到他 韩参则是手臂立刻一挥动 然后下一秒 一直泛着黑金之色的铁棒 就紧握在手中了 真是给你长脸了 韩参 今日我便是要让你知晓 这天军的名字 在这偌大斗神联盟之中 可不只是一个噱头那么简单 那位天军将领再三劝说韩参 但就是迟迟不见效果之后 同样也是没有了丝毫耐心 反而在脸庞之上 浮现出一抹深深恼怒之意 现在所有鬼奇听令 今日无论是谁 都不可以打扰到萧峰殿下 修炼突破进城 管他什么军 该杀就变杀吧 韩参这强硬话语刚刚一落 虚余之间便是一声吏喝之声 在第九座原脉灵山范围之内 缓缓回荡而出 而在这个时候 韩参身后站立的所有鬼影骑士 便是个个手势兼兵利器 在远处看上去 倒是兵强马撞 排山倒海 威风淋漓 韩参之所以能够对着鬼奇发号施令 那是因为他们乃是真正的鬼 并非一名普通活人 永远也不会死亡 而至于真实战斗力 那更是既强大又凶悍 不过在斗神联盟之内 既然所有人都已经分好了 这大致九个等级 那么天军自然也是一样道理 分三六九等 如今眼前来到第九重天的全部人 自然都不可能是天军的主力部队 但毕竟也是属于天军 若是论起修为和实战力的话 自然也都不差 和他相比也是不遑多让 若是真要打起来 韩参的鬼奇依然还是难敌天军 不过即便自己无法改变 这最后的结局 韩参也没有半点退缩之意 因为韩参明白 现在硝烟非常关键 一旦被打扰 凝聚的星辰都将功亏一篑了 不过事实很显然 这位天军将领 压根就不打算给韩参这个人情 那嚣张高傲和飞扬跋扈的气势 就好似再怎么挣扎 都是毫无用处 躺臂挡车 胜负早已注定一般 在扬言之后 便是二话不说 要准备动手了 然而此时此刻 在韩参内心之中 同样也是不可避免 有些担忧了起来 但现在并非是害怕眼前的这支天军 而是韩参非常清楚 若是双方一旦在这里开战的话 搞不好这第九座原脉灵山都会被毁 如果这样毫无顾忌 最后引发双方大规模激动的话 那么杀伤力范围一定非常大 百分之百会干扰到硝烟的修炼 但是现在这里最棘手的一件事还是 无论他怎么低头劝说 舍弃面子 面前那位天军将领 就是死也不松口 而韩参也只得是用自己肉身之躯 去坚强挡住那天军的进攻 虽然他也不知道 自己具体能够抵御多长时间 但是他一定会奋战到生命最后一刻 韩参 念在老将领情面上 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正确选择的机会 别为了一个无关紧要的人 就断送自己前程 奉劝你不要垂死挣扎了 懂得审时夺势 脑子放聪明点 很简单 让萧峰现在出来就可以了 立刻随我去见金无野副盟主 不得耽搁 那位天军将领 虽然性格非常高傲 目中无人 但他同样也知道 在斗神联盟之中 双方正大光明交手 无论最后上面追究下来 谁对谁错 两人皆是违规之举 若比不过靠山 搞得不好 自己也同样逃不过一番责罚 可是情况摆在眼前 你也看到了 萧峰殿下在这个时候 还尚未完成修炼 今天就算是金无野副盟主 亲自驾到 定人也会有所谅解 以身为属下 休要如此献狂 自作阻伤 误传了大人旨意 而且今天 如果真的是出现了什么不可挽回的差错 你也一样逃脱不了干净 韩岂尔在此时此刻 也是用手指着那天军将领的鼻子之处 开始破口大骂道 此乃金无野副盟主对我亲口下的命令 只不过区区一个九重天殿主罢了 我倒想问问 究竟是谁给他的特权 可以如此怠慢和放肆 如果放在之前 类似这等事情 恐怕金无野大人 早就一巴掌给打过去了 这支天军 能够如此猖狂大胆 不留情面 还是得看看 究竟是什么样的主子 给养成的这一习惯 在天军以往的时候 在斗神联盟之中 依旧仗着那实力的强大和凶悍 行事作风 同样也霸道无理惯了 然而金无野副盟主 对于这件事 则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没有实际作为 都是一些表面文章罢了 能掩盖一下 就翻篇过去了 并且时常遇到不公平的事情 不仅不主持公道 还护短 正大光明的 助纣为虐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响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观看